那么大致上说来 92年93年 就大概1992年93年开始 我个人就开始把自己的研究的转向 完全投入到了推动今天的中国的司法改革 在这过程中间 我不断的去感受到法院里边去搞调研 我非常认真的去阅读 最高法院出版的那份报纸叫人民法院报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比方说做律师 我也可以或者做法官检察官 我可以通过他们来去获得很多特别的亲历 亲历者的那些个感受 让我去把握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 到底应该应该怎样的树立怎样的目标 应该如何去让这个司法的改革变得更加顺畅 能够获取得应有的一种效果 那么简单的说来 我们第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涉及到 我们去如何去选任法官的问题 或者说整个的司法司法人员 大家知道日语里边有一个汉字的叫法曹三者 也就是说法律职业的三个主要的分支 就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这三种职业他们他们是什么人能够出任 能够担任法官担任检察官或者担任律师 获得这样的一种资格 其实这是一个 对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的一个运行过程 它的结果会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首先就关注到这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的法官看起来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就是外行法官太多 我们的没有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的法官 可以说在法院里边比比皆是 我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对于大致大致对于中国的法官的一种基本的状态 有一个考察大体的把握 可以说是受到良好的法律训练的法官 大致上只占到10%到20%之间 在中国的所有的法官中间 那么绝大多数的法官 他们没有受过法律教育 在担任法官之前 没有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 但是他们就可以进到法院去担任法官 有些人是比方说中学教师出身的 有些人是转干的 更大的一个群体是转业军人这个群体 担任法官 我在19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文章题目 叫副转军人进法院 这篇文章受到了非常激烈的 来自军界的非常激烈的一种抨击 当时中国国防报用了四天的整版的篇幅 对我进行一种狂轰滥炸 认为我是 我其实是这个文章里边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我们经常把那些没有受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 转业到法院去直接当法官 而从来 大概不会说 把一些没有受过任何医学训练的人 直接转到医院去做医生 当然他们到 如果转到法院去做行政工作 我觉得没有问题 正如转到医院去做行政工作也没有问题一样 但是 做法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 说外行可以司法 不懂得法律的人可以直接去裁判案件 我认为这里边根深蒂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说 其实中国人两千年来 我们其实就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专业的司法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我们后边会接着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要努力改变的第一个方面 这个问题当然 我觉得后来的发展 可以说有许多的方面 在立法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努力 比方说法官法到了后来修改 1995年出台法官法 到了2001年的时候 又对法官法做了一些修改 非常重要的是 推出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 所有的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人都必须通过同样的一个门槛的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的报名的前提是他必须 一个报名者必须有大学教育的背景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中国的司法的人员 法官检察官律师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职业背景 他们的教育背景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 情况已经跟我1998年23年前写文章的情况 已经是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了 现在你再到法院去看到 可能你问他们大致上都是一种大学教育的背景 许多都是科班出身的人 这点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 当然有人说教育素质是高了 但是公正程度高了吗 我是说其实司法其实需要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立体交叉式的一个制度建设 不是靠单纯的人的素质高了 就会有公正的司法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方面的追求的目标 就是说法官在司法的过程中间 或者说整个的司法体制的设置 都必须考虑到他应该具有的某种中立性 大家知道案件的处理 民事也好刑事也好 其实都是两种冲突的利益 在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法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法官必须是中立的 而不是偏袒的 有所偏思的 这点其实跟我们过去传统上面的这个 其实包括古老的传统 也包括社会主义时代的这种传统 就是把司法作为一个工具来去对待 法院 他并没有自己应有的一种独特的一个存在 比方说英国的古老的传统 他们他们是一定要虽然法官也是所谓的朝廷命官 在英国这个是这个古老的传统之下 那么是国王来去来去给你法官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身份 但是英国很早的时候 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让法官变成了说 是介乎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中立的裁判者 而不是一个试试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去 对案件做出判断 大家知道英国很长时间 其实他们并不接受最初发源于法国的这种行政法的这套系统 是因为英国人觉得不需要有这个东西 因为英国的法院从来就不会说 因为拿着这个政府的俸禄 就事实站在政府的立场上 那么法官法院必须是保持中立 在英国无论一个人自己的地位多么卑微 无论他起诉的对象是如何势力高强 他都可以确保他能够得到一个中立的司法的一个判断 都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司法的解决 这是英国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美好的传统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会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们的司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都是工具化的 比方说他要完成这个党所交给的任务 他本身必须要要变成一种很积极运行的一种权利 我们过去的法官 大家知道服饰上面 文革以后很长时间 我们的法官的服饰是一种军警式的一个制服 穿着军警制服的法官 其实是被作为一种所谓的武装力量 他必须要去来去完成 积极的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所谓中心工作 比方说土改的时候要配合土改 这个反右的时候要配合反右运动 大跃进的时候 那也要配合这样的一种党的要求 大跃进的时候 案件处理也要大跃进 叫什么 三马骑出动 拧成一股绳 下去一把抓 回来再分家 就是这些东西就让 抱歉刚才有点死心 赶快赶快再重新讲 就是这样的一种具有特别武装力量色彩的一种司法文化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在过去的七十年的时间里边 司法经常被受一种服务于特定的价值目标 服务于某种任务的完成的一个 一个工具 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 所以在我自己个人的一种 自己想象的一种司法的目标里边 司法如何保持中立 司法权力如何变得更加消极 是我们特别的要去努力的一个寻求的目标 完整的一个指标吧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让法院内部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关系 有助于推动法官自己个人的独立性 也就是说法官对自己所裁判的案件 必须保持有一种完整的一种判断的权力 这种权力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外的一种权力的干预 只有这样的话 法官才能够可以说既行使完整的权力 又承担完整的责任 而不是说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间经常受到来自于 比方说院长副院长 庭长或者说审判委会 或者说外部的某种权力的一种干预 这方面我觉得是在八九十年代司法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这个目标被说成是在司法管理过程中间的去行政化 也就是说在法院内部推动一种反等级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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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法官这个职业是没有等级的 正如我自己常常觉得 其实大学的教师就是一个这样的职业 就是我们这个行当就是特别的缺少一种等级化 比方说在北大法学院 大家对于做院长副院长实在是觉得很无聊 没什么意思 做一个教授是其实是最好的 我们的教师甚至不管自立浅子自立生的 大家的办公室其实都是一样大 都是三十平米 这是一个特别没有等级化的一种职业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法院内部 其实是法官之间有着特别可以特别的等级化的一种安排 所以在在如何去能够摆脱一种行政化的管理的思路 去推动一个非等级化的法官的一种职业 职业的一种就是政治学或者社会学 叫科层化 不要去太过分的等级化 官大以及压死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是不符合法官的这样的一种职业 法官就是自己来去对一个案件做出裁判 最重要的是说当事人看到的这个法官是真正的决策者 是他来去对这个案件进行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才可能监督这个法官 让这个法官 你可能特别尊重这个法官 因为是他来去裁判案件 而不是楼上的某个办公室里边坐着的那个 正在看报纸和查的那个人 他来去对案件进行判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法官的法院的特色 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在司法判司法的这个改革中间推出的一个 提出的一个或者说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说要让司法的判决变成了一种非常符合逻辑的 比方说其实一个案件的判决 了解逻辑学的人 大家都知道所谓三段论推理 那么法律规范是一个大前提 案件的事实是一个小前提 那么根据大前提的研究 你非常重要非常认真的研究 大前提的规定到底是什么 那么再把案件纳入了这个事实 这个这样的一个法律规范的一个 一个辐射之下 来去观察这个案件的 到底应当怎么去判决 才是符合法律所做出的规定 那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司法的判决如果说是一个 是一个根本法律规定是一套 实际的办案件的判决又是另外一套 那这个情况就变得非常非常麻烦 法律明确的规定说 什么是交通造势 有一条专门的法律 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是 这个人其实他确实喝了酒了 确实他各个方面都符合交通造势的要件 但是法院硬要把这个案件变成一个 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这就是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 邓伟明交通造势案所出现的问题 最后硬生生的把一个交通造势案 判成了一个所谓的危害公共安全 最后变成了一种判决死刑的情况 本来最高刑期是七年 这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司法 就是存在着一个特别严重的 根本不去说理 不去认真的说理 或者说理说了半天 其实是说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的 跟案件无关的一种一种 一种服言筛则式的东西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如何去让法院的判决 能够能够说理说的很严谨 这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 我们去如何去让法律解释 变得本身特别具有规范性 在这个过程中间 逻辑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是我们的司法改革所推动的 第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第五个就是律师制度的建设 律师制度建设 我们的律师职业是中国的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崭新的职业 当然也不是说前几年才出现的 也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上非常非常缺乏 有这么一种律师这种独特的职业 所以仅仅百年的历史 也经常让我们对于律师职业 有一些非常的可以说是错误的想象 比方说人们因为律师经常要为被告人说话 而有一些被告人可能是 在人们看来是罪大恶极的 于是律师也经常被说成是 你为坏人说话 所以你也就是坏人 这个有时候律师会受到无端的 这样的一种指责 甚至说比较成规模的一种压制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太大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说 在我们的司法改革中间 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司法的财政和人事体制的独立性的问题 法院的财政 法院的人事制度 如何能够摆脱 同级别的党政的一种控制 让他们能够不再 变成一种说 比较说设立在 北京市海淀区的法院 并不是海淀区的法院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在海淀的一个法院 他们必须要考虑到 整体的国家的法律的统一性的问题 这个跟财政人事体制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但这个问题其实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2013年 2013年在18届三中全会上面 曾经对于这样的问题 曾经做出一些构想 当然那也是党的会议的一个决议 就是说要解决地方司法机关的 人财物受到同级的这种控制 要探索和建立与行众区划 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当时的构想就是要把财政人事体制上面 进行一个切割 然后由省级 省这个级别的司法 这个人大来去控制 所有的下边的法院检察院的人事 人事体制和人事和财政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可以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 等于说根本说的是一句空话 没有多少后续的一种落实 坦率的说 可以说最近的十年时间 司法制度的改革陷入到了一个 比较停滞的状态 之所以比较停滞 是因为司法改革好像 虽然说有一段时间 听起来很热闹 各个方面大家都抱着很高的期望值 但是实际的权力的运行过程中间 由于我们上面讲的这种种种的 制度上的一些问题吧 最后的结果是 说的热热闹闹 但是最后司法的公信力 人民对司法的评价总是非常非常差 非常的低下 有时候进行一点民意的调查 可能比较简陋的民意调查 也都是人们好像都觉得 这样的司法不足以能够给社会带来正义 于是某种反过来想问题的观念就开始出现 那就是说人们会越来越想 是不是要回归到以前的某种体制 或许会更好 也就是说法治不行 还是要靠贤明的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党 来去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整个的司法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权威 司法本身这种权力的一种日渐的边缘化 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趋势 那么如果说回归一下的这样的一个2000年文明的历史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太阳底下无心事 我个人曾经用了比较多的最近这些年 因为现实制度的停摆 让我有点更多的愿意去读历史 然后我就发现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模式中间的许多的东西 其实是还是在发挥着某种这个潜移默化的 悄然无声的就是塑造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一种功效 所以我就我就觉得我们看看自己的从前的这个衙门 他们是如何去运行自己的权利的 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 我们发现其实真正是很多的事情都是起来有志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间去寻求某种问题的根源 甚至可以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间去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古典的衙门体制是一个极富特色的一个中国治理的模式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离开了衙门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各级衙门来去管理我们的社会 管理着我们的社会 管理着我们的每个人 我们这个衙门当然说 说起来衙门 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好像我们如果说熟悉了今天这样的一种政府的模式的话 突然回到200年前 比方说我们看中国的各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衙门是一个好单一友 基本上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衙门 也就是说不存在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种政府的特别复杂的一种划分 政府分作各个不同的部门 比方说你现在在一个县城里边 你可以看到有县政府 县县人大 县法院 县检察院 等等 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所有五大班子 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我们200年前或者更更古老的漫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中间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权力到这样的一种划分 我们的在一个比方说广东省攀鱼县 那么攀鱼县就是一个攀鱼县压 一个县压里边就是一个主官 叫县令或者叫支县 他来所有的其他的都是辅助人员 就他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政府 一个人的政府 比方说包整 包整当年是开封府的开封府的主官 然后包整现在 他可不仅仅是有许多人想象的 包整只是一个法院的院长 包整哪仅仅是法院的院长 包整相当于现在的开封市委书记 开封市市长 开封市人大主任 开封市政协主席 开封市法院院长 开封市检察院检察长 开封市团委书记 开封市复联主席 所有这些角色都加到一块 我们才可以想象 这是从前包整所承担的一个使命 那在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政府的 这样的模式之下 你不大能够想象 你可以说我们可以把他的权力做一个划分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 他不仅仅是说在司法这样的一个方面 他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所谓的起诉者和 这个这个辩护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一种分离 他还承担的更复杂的 比方说行政工作 规则的制定工作 税收 案件的解决 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可以 还包括教化人民 所有的角色都给予一身 才可以想象是说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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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政府模式 这样的单一化的政府也有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能够节省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 比方说人民去在自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去寻求政府的解决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就一个衙门 一个主观他没有办法推脱不像今天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满城的政府衙门你都不知道找哪家 因为权力划分也不清晰 不明确 最后在各个政府衙门中间 老百姓就像是一个球一样的被踢来踢去的 而且还是中国足球队的球 老是踢不进门去 不知道门在哪 在从前的古典时代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衙门 而且在单一衙门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本身这也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 因为他他在他他的资源极其有限 他的人本身主观就一个主观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去很多的去跟人民去发生这种交往 重力下乡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限制了他跟人民之间的一种一种一种干预人民的普遍 普通生活的一种可能性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没准有利于地方本身的一些 非政治制度的建立 人民可以自己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形成某种自治的一种一种特色 虽然说在我们观察中国古典的历史 这种自治性也很比较低 但是好像比现在的情况可能要宽松一些 当然有人说在高层次的比方说在中央层次 这个政府其实还是有分工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的去观察 比方说中央的这些六部啊 这些职能的划分 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古典时期的这种 所谓的政府权力的划分 由于他没有建立在一种非常严格的 孟德斯丘意义上的分权理论的一个基础之上 所以他其实各种职能之间的一种相互交叉 兼职 各种各样的一种三堂会审 他本身其实是仍然还是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种划分 当年康梁变法的时候 梁启超 康有为上皇帝书 几次在他的这个上书里边谈到了权力的划分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职能之间相互之间的交叉 兼职 搞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权限 是裹缠不清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典时代可以说是常态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老的衙门的这样的一种体制中间 最大的一个特色是没有办法进行一种权力的划分 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一种劳动分工 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种分工的基础之上 逐渐的产生一种更加专业化的一种司法本身的知识和司法本身的技术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衙门体制的第一个特色 亚门体制的第二个特色其实跟第一个也有关联性 那就是说由于这种权力是综合性的 所以它的长期以来在考虑到谁可以做这个主官 比方说知县知府 这样的时候 它选任的模式是一种非专业性的 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的分工专业化的基础之上 对于官员进行选运 那么这一点我们过去谈到了这个科技取士的问题 科技取士让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有了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特色 那就是说所有的官员都是一种知识阶级 知识阶层 他们都是科技考试过程中间的胜利者 他们都能够写非常漂亮的文章 他们对中国的古老的这样的一种经史史奇 这种知识本身都有着非常良好的一种修养 这种所谓的有知统治无知 所以就有一种说统治的过程 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让儒家的思想 或者是说让儒家主导的这套意识形态的东西 在统治的过程中间得以贯彻 也让所有的官员之间 大家能够有一种共享的一种知识 官员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没有障碍的 因为大家都是同样读同样的书 出身的这些人 大家分享着一些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价值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